而且死的人数字说不定比这个假血流感还多 而它被重视并不是因为它死亡率高 它被重视是因为它是一种非常新的 从猪跟蟹鸟身上混合出来的流感 而这种流感呢 它还没有固定下来 就是说它这个变化 现在已经有疫苗了吗 现在北京都已经给学生都给打疫苗了吗 但是也有很多人很怀疑疫苗的效用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病毒还在变 还在洗牌 所以你这个疫苗能够抓得住它吗 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跟你讲 现在包括美国也有这个问题 奥巴马为什么下达这个命令 就是说它是为了一旦爆发了大规模的严重情况 政府各级部门之间办事 效率更容易 所以发布紧急命令 现在都在准备疫苗 生产能力不够 但是呢 中国也是这个问题 也正在准备 因为是两个到冬天了 说现在发现的两个高潮 一个是季节性流感 一个是这个 假新什么叫IJ1 一起来 一起来 但是你看中国现在很多人啊 不要打疫苗 因为他担心本来没事的 谁知道这疫苗有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他有点信不过 现在处于这么一情况 徐老师你觉得 他们就在说 为什么美国政府对这个事的反应 到现在才向紧急命令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件事情开始是中国重视的比较厉害 中国呢 因为SARS的时候 SARS的时候很成功 SARS的时候 处理SARS的危机呢 是现在这一届的中国政府的 碰到的第一个的大考验 而且很成功 也是第一个政绩 所以这一次碰到 后来还成功负贞 还因为香港处理这个 你看有功 现在变成世界卫生组织的负责了 所以那个SARS的经验 就给了 给了 我想信给中国的民众 尤其是执政集团 一个信心就是说 这类危机啊 我们高度重视 它不仅不会变成乱象 反而是我们治理社会的一个动力 所以这次一出来的时候 也是高度重视 高度到一度 国际上都反应不了 我坐过飞机 从欧洲飞到中国的时候 一下来就不能下飞机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国际的航班 在全世界飞都是没问题的 只是到了中国以后 然后就有防化人员 上来去检查 像带了防动面具 下来 墨西哥那韩人被扣着 然后又有加拿大 什么留学生 什么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 全世界倒过来 以前是中国压下放松 这次是中国特别紧 人家全世界都觉得 你搞得太那个 就每个个人上来 那么最近我现在 只是因为局势的发展 就觉得他死亡率没有像 不能跟萨斯相提并论 所以大家渐渐的就有点放弹下来了 那为什么美国这时候又紧张 美国是这样 美国是一个反 只是一个反应的一个差别 就是美国一开始是特别放松 所以一开始大家就说 世卫组织一直很重视 本来就 可是就亚洲国家 就像包括中国 香港很多地区 因为经过SARS特别重视 但美国他就觉得 这就像个流感 他比如说 从科学角度来讲的话 他死亡率各方面 跟别的流感 不会差很多 也就不管他了 但是现在是到了一个什么口 就是第一 死亡人数过了一千了 这是个心理指标 其实是 第二就是 大部分学者都担心 这个株流感 会不会变得像当年的西班牙流感 对 其实这边都弄出什么变种 因为西班牙流感 当年是有两波的 第一波来的时候 也是很温和的 死亡率很低的 但是它是到了冬天 变种回来一波的时候 就杀人过千万 其实我告诉你 香港自从SARS到现在 它在入关的时候 要查体温 从来没停过 车子进来 就中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 没有停过 香港一直在要填表 是 内地是最近一段时间才需要填表 不是也早就填了 就是这个 这个 株流感 株流感 这中间 你看03到中间是不需要的 那目前呢 填表填了已经两遍 完全不一样 香港这边是一贯的严谨 内地这边 你反正你填女的 他也让你过 相向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說 广告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现自己完全是这个症状 我跟你讲 持续低收 多个淋巴疼痛肿大 舌苔白厚 舌尖红点 有白色面珠感染 鼻塞严重 上呼吸道感染 这就是真的 牙肉肿痛 牙龈发炎 我最近就这样 然后 不是 我就这一条 我拔牙了 我拔牙了 然后皮肤压下去 不容易消退 你知道吗 牙龈出血 持续腹泻 肌肉关节疼 全身肌肉撬动 撬动 可是 他们都以为是艾滋病 结果一查 是正常 叫什么negative 阴性 很多人是这样 网友求败透露 到医院一接受检查 嘴里长了个小炮 说艾滋病是阴性 现在研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已经有一个不少的群体了 甚至有一个医生 给他们检查身体的医生 也得了这个病 他的家人 也得了这个病 目前暂时研判 说这是个心理病 就是因为你害怕 染艾滋 安全套弄破了 害怕 所以真的就出现这些症状 可是这些人 现在也不依不容 因为一方面有一定的人数 在一方面 这些症状都实实在在 所以现在国家 好像又组织专业团队 不定是什么 怎么回事 但是心理病 也会有实实在在的身体病 真的 你说这种 因为说有些药 就是很多实验都做过 就是给两组人 一组人 比如说都说生病了 然后给他们吃药 然后一组是真给药 另一组是给的假药 就没有效果的药 但是两组人吃了 都说好了 对不对 这是很实在的事情 有你给艾滋这种病 所以世界上 现在特别的这几种病 你看 这个癌症 虽然死亡率非常高 但因为它不传染 艾滋是传染 但是它最吊诡的是 得了病还不知道 这就是文道 原来书里还写过一种 叫疑病症 怀疑的疑 疑病症 接下来 走向二零一零 你真的会有没有感觉 对这个状况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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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